有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雪昌 早晨 是 早晨 早晨 許雪昌教授 亦說到有一個初步確診的個案 就是涉及一個香港管弦樂團的低音彈簧管男樂手 大家都擔心樂團裏要吹一個管弦樂 那個風險你自己怎樣評估 吹樂器的樂手不會戴口罩 所以如果他真的戴平毒的話 對其他那些樂手都有風險 雖然我們鏡頭看到他們樂手和樂手之間有膠板隔了 但他始終向前吹 雖然樂器本身都有一定的阻力 不會讓他噴到很大量的飛沫出來 但始終都會有一點點噴出來 即是你自己擔心飛沫 不是說有些說氣溶膠的情況 這些是實驗室的情況之下可以比較遠 但現在是一個空氣流通的表演廳 應該那個機會很美 因為譬如丹王館 他的館是向下的 旁邊有一些膠板隔著 這個是不是都可以令到飛沫擋到沒有那麼高危 是有點阻隔的 但始終如果他戴病毒 他又沒有戴口罩 不多不少都會有些飛沫出來 所以他周邊那些樂手都是有個高風險 那範圍你猜到達到幾大 如果有些危險的樂手在附近的話 會不會是前後幾行還是怎樣 主要向前那批我相信是 當然他如果比起唱歌 風險就沒有那麼高 唱歌如果大聲唱 一定會出很多飛沫 但他始終的樂器本身有一定的阻力 應該不會有很大量的飛沫出來 對觀眾來說 會不會說坐頭幾排那些都仍然有危險 還是其實跟台有些距離就沒有問題 還是怎樣 應該的風險就沒有什麼 因為那個表演台跟那個觀眾 距離距離都很遠 應該影響到觀眾的機會就真是好味 你怎麼看這一類型的活動 就是說管賢樂團這一類 如果要吹奏樂器的話 他們就很難戴口罩 應不應該是繼續進行呢 現在始終我們社區都有些隱形傳播鏈 如果這一類的樂手 他又不可以戴口罩去表演 可能這一類的樂手要做一個測試 看清楚自己有沒有大病毒才進行表演 這樣就會穩診 做測試的意思是他們每次表演之前 還是保持著重複去做 可能一個循環做 視乎他做表演多少場 比如現在那些安勞院社的工作人員 最頻密就可以每個星期做一次 但是好視乎他表演多少場 最好就是起碼做了一次 這個有效期你當是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也好 看看到時疫情又怎樣 以你所知外國是怎樣的 這一類表演是否仍然是繼續 還是有其他措施會做的 外國有部份地方是停了表演的 亦都好視乎當地的疫情是否受控 不受控的地方是停了這類表演的 如果他們繼續做這些表演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去做 沒有什麼特別的指引 這方面 但是始終因為你是不戴口罩來表演 我相信現在香港而言 因為我們本身事實上是有些源頭不明的個案 這類個案我相信他反而是做了一個測試穩真點 室內會不會算是高危 有這麼多人有人在吹酒 也都無法戴口罩他們 而那個通風是否也是一個考慮來的 當然如果你室內的表演廳 如果他的樓底那麼高 他風速又夠 那麼風險就那麼高 例如我們之前政府用的亞博 都是因為樓底夠高又夠通風 所以如果他的表演廳裡面 樓底已經那麼高 而他有通風的話 那對觀眾的影響就不大 我見有些是否說 這類活動都建議在室外做會適合 你自己怎麼看 這些表演室外可能效果有沒有那麼好 因為你的演奏有些回聲 你在演奏廳會有這個效果 室內有不同 所以也不要說因為風險而改造 改一個地點在室內室外 這些就不需要特別去關注 我想當你本身地方有這個源頭不明個案 而這類樂手表演的時候 又不會戴口罩 他們反而檢查清楚好些 起碼對他周邊的樂手 都會知道他是不是有大病毒 如果有大病毒就不應該表演了 昨天另外見到有一宗的源頭不明個案 說他是兩次去過私家醫生屋求診 包括上個星期一 也都是上個星期四 都未發現有這個確診個案 直至他自己再去張錦奧醫院 急性室求醫才是確診的 有些說法就說 是不是應該就算有病徵在診所 無論他是輕微病徵也好 還是怎樣 都應該做一個強制的檢測 這個教授怎樣看 部份私家醫生可能警覺性沒有那麼高 因為之前例如歷元村都試過 有一家三口都是看了醫生都沒有做測試 後來都是入了醫院才做 變成私家醫生本身的警覺性要先提高 如果你肯幫他留那個樣本 就可以早點可以診斷 掌制方面看看你怎樣進行 因為最重要是那些病人肯出來求醫 如果他是肯去看醫生 或者他可以去醫管局旗下的滿層 可以留心口腸液 最重要是他們肯出來 所以你說如果把關好像去到私家醫生 看到他們有輕微病徵都一定要他們去驗 不讓他們不驗 如果不驗就可能舉報給一些執法人士等等 或者衛生署等等 你怎樣看這些建議 如果他已經出來看明顯有症狀 而他不肯驗 那這個可能就真的有些問題 那可能真的配合一些罰則的話 要他驗就好一點 那另外也要小心 就是如果社區有些人很輕微精壯 最重要是鼓勵他們出來用這些設施 現在管局有46間滿層 是可以不用看醫生都可以留這個樣本的 也是免費的 所以就盡量叫他們利用這些設施 會不會責任都很大呢 對於私家醫生來說 有時會不會都比較難判斷 是不是鼻敏感 還是普通傷風感冒 還是真的有這個病毒 純粹是輕微病徵就叫人去驗 會不會都很難去處理 會有這個問題 我也都有些朋友是私家的 因為他們問過病人叫他們去做測試 但不是每個人都願意 有些人覺得很輕微的 有些人說怕如果有什麼事 家人就要給人做檢疫 他們有很多理由不做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已經有病徵 出去看醫生 如果不做的話 就可能有一個罰則會好一點 怕不怕反過來有反效果呢 因為如果我去看醫生 又被人見到我有病徵 就可能抓去強制檢測了 這個會不會令人反而不去醫 更危險了多些隱形傳播 部份的市民可能會有這個感覺 你越嫌他就完不出來 所以都是有他隱憂的 所以任何措施都有他的好處 有他的弊處 但最重要是他們肯出來驗 最後很快想問一問 近來都有一些酒店傳播的個案 你對於酒店派對的情況 你怎麼看 這個一定要限制人數 譬如你現在一家兩口至四口 你出去酒店那些沒問題 可以舊市 但一定要限制人數 另外就是如果有些房客要進去的話 一定要登記 如果萬一有爆發 你可以追蹤到 也都是要有一個人數上限 譬如你去到四個五個 不可以多的這個數 OK 謝謝許廉長教授 稍後回來繼續有千禧年代的 我們上次見 什麼的 fires 我不会 咱 sar 是 成功 中国